电视所谓的最好的酸铁 都吹台湾大宽屏 王手拿油酸的电视 电话金卡 控八控九 控控控 二五八 台湾大宽屏 台湾过后来到淡水文中八公园 可以看见还有许多路数倒在路边 在这次风灾当中 公园里有许多才移植不久的路数被整颗吹倒 而方队里长也发现 近来很多根部都还绑着塑胶绳 加上这几天天气炎热 倒塌的路数叶子都开始枯萎了 里长也希望工所要尽快处理 而对此工所则是表示 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派外包厂商 开始整理倒塌的路数 部分刚一直完根部尚未伸展的路数 可以采取扶正的方式来处理 但有些路数贸然扶正 恐怕会影响到生长甚至死亡 工所也会是情况来处理 那现在的开始就是说慢慢慢慢的进入到各里 那里里面我们希望的里长能够发动我们的里的环保志工 或者我们的里民 甚至里长他也可以运用他个人的里继承建设经费 聘请里内 而即使工所已经违请开口合约厂商来处理路数 但人力毕竟有限 为了加速恢复市容 区长也希望各个里能够发动环保志工 或者由里长利用里基层建设经费 来协助清理修复倒塌的路数 早日让环境恢复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